继续为您报道 由台联发起的ECFA公投案 前总统李登辉跟前副总统吕秀莲都参与了联署 目前联署的总人数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门槛 送进了中选会 李登辉更在台联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跟台湾签订ECFA定出时程表 这根本就是先经济后政治的併吞手段 将11万份联署书一箱一箱搬下车 送交中选会 由台联发起的ECFA公投案 完成第一阶段的联署 更邀请前总统李登辉 前副总统吕秀莲 台独大佬郭宽敏等人一起宣示反对ECFA的决心 希望第二阶段能号召百万人共同联署 高龄87岁的李前总统也将全台319个乡镇 走拓拓来争取联署 更抛击马政府和中国草率协商ECFA 是中国先经济后政治的併吞策略 李前总统认为反对ECFA现阶段联署公投是最好的路 而前副总统吕秀莲认为两岸6月就要签署ECFA 但25号才要展开双音辩论 实在太晚了 既不诚实也不诚意 就在台联即将发动第二阶段ECFA公投联署的同时 民间团体也将在全台发起反对ECFA的行脚活动 24号从台南开始举行四场 前面党主席林一雄也将亲自参与 而距离6月签署ECFA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赛一党跟民间团体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反对ECFA的决心和力量 记者零星先请问易磊琪台北报道